MING PAO CANADA 今天这个妆主带一个美丽闪亮 今年当然得化新妆啦 妆前还是给整个脸保湿一下 冬天太干了 毕竟要过年了嘛 底妆还是打很长整一点 那种清透的妈生好皮 就要用到我的毛个瓶粉高咯 美中不足的就是又一点破烂 现在蛮方便的啦 先把这个粉扑盖分湿 要让粉扑得完全净湿 让更好打底妆 粉高一定得上激活的状态啊 直接粉扑占取粉高 直接在脸上盖进行一个拍开 它这个遮瑕力真的超级好 我真的不都说了 它这个妆效 我真的是一点磨皮都没有开啊 真的很离谱 直接把张脸上完 这样瓷娃娃一样 我天哪 这光泽度你们感兴吗 我的妈呀 你们如果觉得我开了美严的话 我都没话说 我黑眼圈给我直接遮霉了 直接看吧 真的还点出磨皮的效果 毛孔也没了 而且这个光泽度也有 瑕疵是一点都不给我留下 而且还是真的超贴脸 这鼻翼上我的 我的妈呀 这边也感伤了 只要鱼粉感带 这边脸的瑕疵重一些 可以把重点的叠加一层 直接我的妈呀 像遮霞一样 肉眼可见的就没了 而且超贴脸 鼻翼的位置给它搬开 打伤也是一点都不卡的 我的天哪 这么黑的黑眼圈 你给我准没了 你让我遮霞怎么发挥 我请问我遮霞怎么发挥 而且都不卡了 我的卧槽一点都不卡 请看毛孔隐形 手真的很像瓷娃娃 我现在 那我本身皮肤就很好 我真的很喜欢 而且像这么小一块 你出门旅游 带着就比粉碟方便很多 谁心动了 谁心动了我不说 今天顶上主要是 该打清透一点 无瑕一些 脸上的这些小瑕疵 统统解决掉 提前拍一层彩虹高 嘎提一下气色 别忘了最重要的定妆啊 虽然也就舍不得 今天这个妆想 迎来这盘 咱们也是第一次画这盘了 希望这个浅浅的蜜桃色 大面积都打个底 你就用把这个颜色 真的就是谁又是好看 它就属于一个 上眼不会脱乎 很好的一个打底小种色 但这颗有一点 玫瑰调的颜色 它加深在我们 顺便提指周的这个位置 边缘干净的稍微晕开 我们每个氛围加深 所有下眼镜这一圈也该带上 换把这种小刷子来站着和卡索 继续来加深 我们的这个睫毛根部 外眼线的这个区域 下眼镜部分也是一样 该衔接加深 最后再用这个大闪片 该点在我们这个眼中的这个位置 我去你看这这子一清透 这种不灵不灵的感觉像钻石一样 这个闪就你肉眼可见 和普通的闪片不一样 一看就是你贵气的闪 很有浅的闪 包括下眼镜 这里也是该点缀上 以及我们眼头需要提亮的位置 都可以用这个闪片 包括这个闪片像我们鼻梁 鼻头需要上高光的位置 还有我们颧骨这待闪的地方 一个都不要落下啊 你懂了什么叫做富贵闪啊 不愧是你啊 直接就是一整个闪住 在一张的那个青铜 还有面前直接成为C位 再红了叠一个比较气色一点的 这种蜜桃色 我们整体眼妆呼应一下 跟配一些鼻头 还有我们的下巴这里都该扫上 包括我们的成风这里 眼妆完善了一下 在那个睫毛口红 看下来成功吧 拜拜